行影不离 鬼就是这个样子 你变成他的宿主以后 祭宿的主人以后 他就跟你行影不离 要把他打出来 靠师尊的力量把他打出来 然后靠自己的力量 用替代的方法也可以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很简单的 小时候我们都做过 你冲烦了 把你的穿很久的衣服 拿起来 摆在坛层 把一个盘子 拿起来摆在坛层 那个盘子上面放一点米 把你旧的衣服放上去 插上三支箱 然后把一些贡品出来 你这个祭宿的这个鬼 他就会出来 附在你这个衣服上面 因为这个衣服就是代表你 等到这个香烧完了 或者烧一半 你把香拿出去 鬼就跟着香走 就出去 然后把衣服呢 也可以丢掉 也可以丢掉 把米盘的米也烧掉 等于是说 把你的鬼 引出来 在米上面 在衣服上面 在香上面 然后再把它丢掉 这个鬼就出去了 然后你再坐结界 念大力金刚奏 大力金刚 大力金刚 大力金刚的奏 这样子转 它就不能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的病就会好